相信大家都知道,很多癌症的发病都与平时不健康的,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,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健康的食物有致癌的作用,吃多了之后就会增加患耳风险。 那么哪些食物有致癌作用呢? 一、槟榔,很多的年轻男性边玩游戏边吃槟榔,觉得这样很爽很刺激。 其实槟榔是一种致癌物质,槟榔中的生物减合油质,以及多种活性成分都是有细胞毒性的,经常嚼槟榔会引起牙齿变黑,会导致牙引萎缩而引起牙周病,而且还会导致口腔棉膜下纤维化,会增加化口腔癌的风险。 二、加工肉制品,加工肉制品也就是指一些肉类经过腌制和发酵等方式来增强口感,包括风嘎、薰制、腌制的肉和鱼等,这样的食物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,而且含有多种添加剂,经过高温处理还会产生的病坯等致癌物质。 三、酒精,在平时生活里少量喝酒可以达到健康养生的效果,但是长期大量的许酒,那么就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。 如果男性每天有喝酒的习惯,最好喝酒量不要超过一凉,这样能够减少对肝脏造成的损伤,就可以降低患肝癌的风险。 四、煤变的食物,煤变的食物中,主要是含有黄虚酶素,它是由一系列酶菌代谢产生的致癌物,尤其是煤变的花生、玉米,免自由最需要谨记。 黄虚酶素能直接导致包括肝癌、肾癌、乳腺癌等癌症。 日常生活中如果看到轻微变黄甚至发黑、胃苦的光子等坚果,或表面上长有霉、变色的玉米和花生。 五、香烟、抽烟致癌不少人都已经了然于心,但是不少人却丝毫没有戒烟的想法,而事实上吸烟可吸入香烟淀雾,主要会直接导致肺癌,还有膀胱癌、乙腺癌、白血病等多种种瘤癌症。 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着想,越到戒烟越好。 六、咸菜和烟菜。 咸菜和烟菜是很多家庭都会有的配菜,为什么说他们会致癌? 主要是制作咸菜和烟菜不到,很容易导致食物中含有消酸盐和药消酸盐偏高。 如果食用过多,就可能会引起像肝癌、食管癌的癌症。 文心提示,通过上面的介绍,相信大家对上述几种致癌食物有了一定的了解。 所以大家为了身体健康,一定要避免吃上述几种食物。 菜平时应该多吃新鲜的硬剂蔬菜和水果,多吃天然的有机食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